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天昊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是 到底要怎么通过细胞膜啊 其实我们可以看的到 在细胞外面有一层细胞膜 那请问一下 那外面的东西要怎么进去细胞里面 那细胞里面的东西要怎么出来外面吗 可是这层细胞膜该怎么办啊 好 那大家应该知道细胞膜它是一种半透膜 是具有选择性的 所以不是什么东西都能通过哦 例如说像是如果我能够通过的话 那你能不能通过我 其实不一定哦 要看你是不是符合通过的条件哦 好 其实要通过细胞膜呢 跟生活中你要进去一些园区一样 其实你也不是随便能够都进去园区嘛 对不对 你必须要符合某些条件 例如说你是人 对不对 你是人能够进去这个 这个博物馆里面 那接下来呢你要进去你需要买票对不对 那当然你有花钱买票 跟不花钱买票的方式 只要你符合足够的条件 例如说你是身心障碍者 你就可以不用买票 你如果是工作人员你也可以不用买票嘛 对不对 好 那其实在你在进去博物馆的时候呢 你可以拿着你刚刚买的那样票走通道嘛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你是一般的人 你就是走一般的这个刷票进入的通道 那如果今天是身心障碍者呢 你就是走这个身心障碍的通道 如果你是工作人员呢 你还会再一条工作人员通道可以走嘛 所以其实呢你有花钱跟不花钱的方式 然后并且呢看你符合什么样的资格 决定你走什么样的通道进去博物馆哦 好 所以进博物馆就有花钱跟不花钱 然后以及有不同的通道方式 可以进去博物馆 那其实呢进博物馆跟进细胞差不多啦 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先来定一下嘛 像刚刚进去这个博物馆里面的是人 那如果你要今天要进去细胞膜里面 有哪些物质可以进出呢 第一个我们有氧气啊二氧化碳啊一些脂溶性的分子啊 离子啊 葡萄糖啊氨基酸等等这些东西 它是可以进出细胞膜的 好 那接下来 诶 刚刚进去博物馆有花钱跟不花钱的方式 那进去细胞膜一定也有花钱跟不花钱的方式 只是呢在我们的细胞里面 我们的钱指的就是能量 OK 所以我们分成呢 花能量的主动运输跟不花能量的被动运输的部分 那我先跟大家讲讲不用花能量 也就不用花钱的被动运输的部分 反正大家都很喜欢不花钱嘛 对不对 那我们进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被动运输 被动运输啊其实为什么它可以不花能量 像刚刚呢如果你是身心障碍者可以不花能量嘛 因为你符合身心障碍者的条件 那如果你要被动运输你要不花能量 那你就需要在扩散作用的条件底下 什么是扩散作用啊 就是物质由高浓度的地方往低浓度的地方移动 什么意思啊 就是呢 例如说像今天好你放个屁好了 那你放屁的时候你周遭没有风啊 但是你却在放完之后你可以闻到你的屁的香味 对不对那今天没有风 那你的屁怎么从你的屁股传到你的鼻子这边来呢 于是这个就是靠扩散作用哦 今天你刚放出来的屁非常的浓 于是这个屁位由高浓度的地方开始逐渐的往低浓度的四周移动 于是最后就扩散到你的鼻子附近 于是你就闻到了这个味道 所以呢那扩散作用有几种扩散的方式 如果当今天遇上细胞膜的时候 第一种就是简单扩散 什么叫简单扩散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蓝点点 有吧 对不对 好这蓝点点呢 它能够直接的就这样子穿过了细胞膜 然后到达另外一边 好那什么东西符合简单扩散 直接穿过去走直接穿过去通道的条件呢 答案就是我们的气体跟我们的脂溶性分子哦 这边跟大家提一下为什么是脂溶性的分子呢 大家应该有看到这边有一个圆圈圈吧 然后底下还有两只脚 这个圆圈圈呢是我们的清油端 也就是它比较喜欢油的东西 那底下还有两只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清水端哦 所以如果今天啊你是脂溶性的分子 你就可以跟这个脂溶性的头呢 不会互相排斥 你就可以很轻易的进到细胞膜里面来 接下来就穿过去哦 OK吗 好接下来有气体重比较小分子 就可以直接穿过去 好那接下来呢就讲讲促进性扩散的部分 那促进性扩散呢要符合什么条件呢 第一种你可能是离子或者是你是太大的分子 你就会使用促进性扩散的方式哦 那促进性扩散呢它就透过上面这些 可以看到这些蓝色的蛋白质 我们叫它呢运输蛋白 透过这些运输蛋白呢提供一些通道啦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管道 让这些比较大的或者是水溶性 跟这个脂溶性不相融 跟脂类不相融的这些物质 就是能够有一个方式可以穿过细胞 到达细胞内 或者细胞内东西到达细胞外哦 好那接下来呢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在讲水的扩散 如果今天要穿过细胞膜的是水的话 那有另外一种穿过的方式 我们称它叫做渗透 也就是我们单单在指水的扩散作用 通过这种半透膜的方式哦 好那这边我们详细的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渗透作用哦 好那什么是渗透作用呢 也就是当今天水啊 由半透膜 从水多的地方 也进入到水少的地方的时候 这个我们就叫渗透作用哦 什么意思 大家可以看到底下这一支U型管 像这个蓝色斗是指我加进去的 像是盐巴啊或是一些溶质 那请问一下如果大家用眼睛去看 请问一下哪边的水比较多 我相信大家应该会说这边吧 对不对 因为这边还有其他的一些杂质啊物质 那这边水比较多 那渗透作用呢 也就是水从水多的地方移到水少的地方 所以这时候水就会 这样子流动 水从水多的地方移到水少的地方哦 那水多的地方我们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它 低章容易 那水少的地方我们有一个名称叫它高章容易哦 高章也就是高浓度的意思 那低章也就是低浓度的意思哦 水会有水多的地方 透过半透膜移动到水少的地方 这个东西我们就叫它渗透哦 好那大家了解了被动运输不化能量方式之后 我们就来讲讲花能量的方式吧 好花能量方式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主动运输 也就是花能量的部分 那为什么它要花能量啊 因为它是由低浓度的地方 运送到高浓度的地方 你会发现跟刚刚扩散作用 其实它是相反的哦 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消耗一点点能量 例如说你现在要把水 我们说水从高处往低处流嘛 那如果这时候你要把水从低处送到高处 这时候你就需要可能靠一些电动帮谱啊 或者一些马达之类把水抽上去 这时候你就需要花能量 那一样的道理啊 如果我们今天要把东西由低浓度的地方 送到高浓度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也需要花一些能量哦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把东西从低浓度的 送到高浓度 我们透过这种蛋白质哦 然后呢我们给它能量 我们在细胞里面的能量呢就是ATP哦 我们给它ATP给它能量 于是它分解完这些能量之后 能够把这些物质从细胞外 比较少低浓度的地方送到细胞外面 这个物质浓度比较高的地方 于是这时候就达成它主动运输的目的哦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统整一下 好那我们最后来统整一下通过细胞某方式 就是我们有分主动运输化能量的 跟被动运输不化能量的 那分别的被动运输我们有分三种哦 第一种是简单扩散 第二种是促进性扩散 第三种是渗透作用哦 那我们这个单元就到此结束咯 我们下回再见吧